下一个 下一个 好 现在还有最后一题了 对不对 来 我建议下一个你去 我现在很怀疑你身份 小亮哥吧 拿来吧你 如果他的答案是 让所有人都猜不出来 那就是纯卧底了 对不对 纯卧底 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 小亮哥 稳定发挥 稳定发挥 亮哥 这题难 太可惜了 你看 开始演了 看到没有 需要想那么久吗 对 已经在计时了 亮哥 你在干什么 那个气球是你的 我建议换个人 不能回回是我 想清楚 你选择 我觉得 这题真的很难 对 我知道 因为你们是很熟的 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很难 但是你就想说从外界看来 这一题外界会觉得 放轻松 应选 对 我选声歌 好 好 计时开始 先给提示 给提示 快点 快 哥 你稍微快点 社交 贬义 而且他犹豫了这么久 好 不对 高冷 不对 最有距离感的人 靠近 非常靠近 最神秘的人 不 完全都是在射程内的 在范围内了 最难以相处 差不多 差不多了 最后十秒 他难以相处所以他会 在朋友里面 他如果看起来很冷很神秘 他就是 大家会觉得他 好 时间到 这道题真的很难 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 所以我觉得你选的 没有那么容易让大家猜出来 如果你换另外一个人 可能大家会能猜出来 真的 我觉得 这一题的正确答案你告诉大家 就是人缘不太好 就是因为声歌平时比较酷酷的 也差不多 我们从你们之前的聊天 我们觉得是另外一个人 苏醒 对 各位老师 你们先录 他不像人可以 但是他圆 又油腻 又油腻 人缘还不好 我这个是不是真的 我为你平反 录不了 是不是 我是不是我底 录不了 是不是 这个人 人缘不好 又油腻 还却黑 然后他东山再起了 所以你到底是靠什么 我们东山再起 即使所谓你们的人缘不好 东山再起 我从头到尾 是不是为团队尽心尽力 没错 是的 两分都是苏醒拿的 是不是 我东山再起 然后我必须说一下 楚生不是人缘不好 楚生是比较慢热 内向一点 对不对 对 人缘也一般 但是我知道 Alan以前人缘不好 但现在自从我们这个团 起来之后 他真的非常的努力 就是让我们大家很齐心的感觉 你不用为我招拜 你这个表现很可疑 你这个时候要是再给我说话 我就觉得你是卧底了 谁现在还怀疑我 谁是最大的卧底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